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主动脉支架行业的投资逻辑 首先 更加先进 更加安全的治疗方式的出现 拉动了这个主动脉 及其外周血管 介入医疗器械的蓬勃发展 其此 随着国内相关企业 在技术上的突破 国产品以更高的性价比 抢占了国际医疗巨头的市场份额 随着医保扩容 人均医疗支出的增加 国产替代将成为趋势 再次 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 和相关疾病减出率 渗透率的提高 让主动脉及外周血管 介入医疗器械这个小市场 开始出现 从存量到增量规模的增加 从而 相关公司可以从中获得成长红利 那最后 我们来做一下风险提示 第一 历史逻辑在未来 不一定复制 仅供理解 行业价值变动的某种因果关系 第二 以上内容当中涉及 或者所举例的公司 还会受到自身的业务发展情况 估值水平的个性影响 在具体投资中 还需要结合 每家公司的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这里 不构成股票推荐 第三 如果要深度了解 可以参考 一盟质疑平台的 更多深度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 财经火山口 真金不怕火炼 我是陈杰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 一盟财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